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清洁力强 而差的沐浴露用后皮肤会发干 发痒 粘腻不舒服 所以今天就要我们来一起揭开沐浴露的真相吧 这面是三款不同品牌的沐浴露 这面是三个空瓶 这里是一瓶纯净水 我们把三个空瓶分别用ABC的标志来做上记号 然后我们把三款不同品牌的沐浴露 分别倒到ABC的三个空瓶里面 我们把沉浸水倒入玻璃漆明里 然后倒入空瓶 每个空瓶分别倒入三分之一 加入适量的沐浴露 加入适量的沐浴露 然后我们分别 咬均它 我们一时再摇均它 神奇的是 A和B摇出来的泡沫非常丰富细腻 由此可见 它们的清洁力度是非常棒的 它们可以有效地清洁皮肤的污垢和毛孔里的垃圾 好 我们现在把它们用十下分别把它摇均 放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清澈度 一目了然 科斯丁的沐浴露存净度最高 这说明它存天然 存植物 不含有任何对皮肤有害的添加剂 一冲洗五残留 保证对肌肤的健康 接下来我们用记号笔在手上画几道顽固的污渍 然后我们用化妆棉 倒了一些科斯丁的沐浴露 看一下 发现很快地溶解并擦拭掉 说明趋务能力非常强 我们来测一下沐浴露的酸碱度 我们现在分别把它们用ABC排好 把这个往这边撤一下 然后倒入少量的沐浴露 帮你倒上水 然后我们分别用搅拌把它搅均 我们分别取出三条湿纸 分别取出适量的沐浴露 然后测试一下酸碱度 首先我们把它放在A的沐浴露里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它的酸碱度 我们可以看到 A的沐浴露酸碱度是在5和6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 它属于弱酸性 与肌肤的正常配置指纹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B 看一下B的酸碱度 看到B的酸碱度 它是在慢慢的变化 由5到6变化到7和8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C 看一下 我们C的颜色也在7之间 长期使用碱性较高的沐浴露 会破坏人体表皮的皮脂膜 容易出现搔痒 长痘 皮炎等问题 打开瓶子 我们可以闻到非常宜人的花香 还可以看到一片片的花瓣 在里面哦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芬芳美丽 美丽无限的女人吧 美丽来自天然 扣斯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